易烊千玺的这个愿望又要落空,不仅胖虎连千纸贺都不支持,为啥? 易烊千玺作为现在很火的超人气组合GFBOYS的团圆,人气简直火的不要不要的! 这是一个随便去哪都是人满为患的人气王,他一胡百令,有多少会为他的愿望买单,去帮他实现梦想 但是最近GFBOYS易烊千玺的这个愿望又要落空了,因为不仅胖虎连千纸贺都不支持,这是为啥呢? GFBOYS易烊千玺 GFBOYS易烊千玺透露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自己一个人出去旅游一次 其实我们知道去年16岁的易烊千玺也去旅游过,不过有胖虎在 GFBOYS易烊千玺 因为,因为胖虎不放心啊 B不放心啊 毕竟GFBOYS易烊千玺 想要一个人旅游的愿望没有实现 TFBOYS一阳千玺 因为胖虎平常要帮大佬办理住住活动等事情 所以一阳千玺的身份都在胖虎嘛 即使TFBOYS一阳千玺想出去玩也没机会啊 没身份证出不了门的 TFBOYS一阳千玺 年少成名的烦恼 一阳千玺的这个愿望很难实现 其实一阳千玺一个人出去旅游 不仅胖虎不同意 千纸鹤门也不答应啊 毕竟我们更希望大佬安全第一啊 FBOYS一阳千玺 FBOYS一阳千玺 所以偷偷偷给大佬建议了 所以偷偷给大佬建议了 所以偷偷给大佬建议了 因为这次一阳千玺参加议考 身份证肯定在身边 所以就藏起来不嗨了 FBOYS一阳千玺